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瓶小便 那這個影片小便要來跟大家分享就是關於轉職的這件事情 那之前的話小便曾經講過我應該會轉完騎士之後 然後再轉回去狂戰,不過現在的這個想法又有所變動啦 那轉騎士當然也不是不好,是一個我們總體的規劃上 我覺得另外一個的話可能對我來講我會直接得到比較好的一個結果啦 那當然這個方式也是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其實這個東西如果之前有看我實況的話我曾經在實況裡面去講過 那如果說你沒有跟我們實況的話請記得注意一下 右下角的訂閱有沒有按下去,並且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的直播時間通常會在晚上的10點半之後 通常有時候晚一點的話會到11點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的話請記得要在那個時間去跟 或者是說你訂閱之後我們有這個直播的回放的存檔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看這個VOD 好,那麼我們就來聊一下說為什麼我要把這個轉職這個計畫做了一個調整 首先請大家看一下畫面上這個表吧 那這個表呢,左邊是原本我要打算轉職的路線 就是先轉騎士,然後可能在三個月之後再轉回狂戰 那右邊呢,是在法師改版那時候去做一個轉職這樣子 那左邊這邊呢,轉騎士之後 基本上其實沒有負擔啊,我現在可以說是幾乎是已經準備好了 包括200萬的名義幣去買這個直技 也就是說我轉騎士之後呢,我只要準備武器跟臂甲 我就可以直接拿到一個直技 身上呢就會有兩直技 那麼三個月之後,可能在三個月啊,這個看官方的時間 我再轉回狂戰,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那為什麼我會再升另外一個計畫就是右邊這個呢? 好,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我們還是先看一下左邊這邊喔 轉回狂戰之後呢,基本上我還是得把 因為騎士的武器跟狂戰不一樣嘛 所以我把武器一樣把它賣掉 然後再把我們轉職掉的兩招紅技喔 再把它補起來喔 所以到時候轉職回去的時候還是要補一些名義幣去買這個技能喔 好,那我們往右看喔 如果是法師改版的時候呢,其實法師改版這一段時間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它可以雙轉職 也就是說法師開放改版的時候 它可以法師跟妖精一起轉 然後呢,再過一段時間之後 再轉成這個槍手或者是狂戰士 好,那這個就非常重要啦 因為轉職它既然可以雙轉職的話 表示說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先把它轉妖精 然後拿到兩個直技 然後再用很短的時間就是 我只要在維修之前 先把這個妖精轉完 轉完之後呢 我在隔天維修之後 我就立刻轉回狂戰士喔 那這樣子的方式呢 雖然說我在轉職之後 我沒有辦法去練 因為我採取的方式是我只針對這個技能 那裝備的部分呢 一概不轉喔 全部的裝備都放在身上 那麼隔天開放轉職的時候呢 我在利用這個轉職 把我原本的這個技能 包括我們新買的這個子技 全部把它轉回去 變成是這個三個子技的狂戰士 那麼這樣子的缺點呢 就是我必須在這段時間裡面 先準備到400萬的名譽幣 那麼以我身上的這個名譽幣來說呢 我大概還差了186萬左右 不過不用擔心的是呢 因為到時候活動 在法師改版那時候 以寒白來講的話 它有一個活動 可以讓你把這個名譽幣呢 就是11萬名譽幣 做成一個10萬名譽幣的箱子 那每一個帳號可以做10次 也就是說 我可以從分身身上 弄100萬的名譽幣 到我的本尊身上補起來 也就是說呢 換算下來一增一減 我現在目前的情況下 我只要再準備86萬的名譽幣 那從現在3月4月到這個預計 如果在三個月之後 假設我們還要再課這個 名譽幣的禮包的話 基本上名譽幣 86萬在三個月的時間內 應該是來得及去準備的 那我只要經歷過 這樣子的一次轉職 而且中間沒有陣痛期 我們只要一天 一天的時間 睡個覺起來就可以去轉職 轉回去原本我喜歡的這個狂戰士 那這樣子的話 好處是說 我可以很快的拿到 達到我想要的目標 而且不需要去等待 但是缺點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花更多的錢 去把這個名譽幣 把它補起來 甚至在轉職的部分 需要的這個賺的數量 也相對來說是多一點 但是我覺得說如果未來 我還是需要三個子記的話 這樣子的方式一次做 我會比較省一點 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當然 我的目標 我的終點是回狂戰士 如果你的終點是轉回騎士 或者是轉成這個妖精的話 基本上這個方法 就不適用你了 我的方法 是因為我最後 還是要回到狂戰士 那這個方法 是我自己 目前做的一個打算 當然也是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麼我們騎士的改版 就在近期要去做一個開放 應該是預計的話 可能在三月底就可以看到 大家如果要體驗騎士的話 請記得 一定要趕快去準備你的這個裝備 騎士在改版之後呢 它的生存能力 續戰能力變得很強 而且它有這個反頻 就是基本上你透過轉職 你就可以去拿到反頻 所以跟以前的騎士 完全是不同的一個成績 大家如果要體驗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 在這段時間裡面 可以去玩玩看這個騎士的這個轉職 應該是不會讓大家失望 那當然啦 該買的裝備 請記得一定要買起來 那如果不知道要買什麼的話 歡迎參考小編的影片 我有把我目前這個防禦200 我們的這個裝備的配點 還有這個裝備的投資方法 都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 那麼這個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請記得要訂閱我們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麼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 Db 對 找得到 那小鈴鐺 小鈴鐺 打開小鈴鐺 那一驚人